花友从网上买了一盆桂花 品种名字是佛顶珠 自己不会养 寄到我这来让我给它 科普科普这个养护方法 觉得桂花有什么难的 咱们先开箱看一下这个苗情如何 继续挑战花友们寄什么花 就给它养什么花 没想到还可以这样打木架 人真聪明 然后呢这个花友寄过来 这个花现在是这种情况 那老花一能做的事什么都不管 只能这样待着 为什么呢 就算是咱们要换盆 就算是咱们要换土 也要等这个土干了再去换土 因为现在粘糊糊的 它的根部的韧性很脆 一不小心就容易碰断了 很多的话都是 刚倒走了以后 看这种土湿糊糊的 它就开始操作 一不小心就生根了 就把根给伤了 那就不好了 第二个呢 它现在这个苗情还比较健康 这个时期就可以让它缓苗 有的话说什么叫缓苗 就是你扔在那不用管 让它自己缓慢的长着 好吧 该给光照的给光照 就不要强光暴晒就行了 别的没啥 先过两天再说吧 好吧 这个先放一边吧 然后这个桂花呢亮了一下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里面的根系了 这个土呢是帮硬 而且特别容易板结 这种就是传说中的那种焦泥土了 特别特别的硬 特别容易板结 本身呢是 来 这个是六月四号过来的 今天是八号了 四天了亮了 亮了四天还没干土呢 这个是真的恐怖 所以说这种土 这种土你地灾还行 你盆在的话是一个噩梦 我没办法只能给它 把这个土给它去掉 你看 着陆着不动哈 这个根系怎么长 你用工具都打不动的东西 你说你这个根系怎么长 好多话说老花 一我买了好多颗花 如果说买了好多颗花 都是这种土 将是一个噩梦了 再有一个你既然知道这个是胶泥土了 你想要去给它洗根换土 你再换土你就不要再走老路了 我就见过一个花肉 从胶泥土换到黏土里面 你涂啥呀 白亮 你别跟我说上了那了的 你看这个东西它长根 它能长根吗 你让我养我养不了 老花一是养 养不了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只能给它洗根换土了 你要了解我的目的和操作 我觉得咱们女花友要是来这么一盆 家里边要是有个匪徒过来了 都可以拿起来防身了 跟雷神的锤一样硬 这种东西你别说你养 我养都养不好 它有什么根系 没有什么根系 它不长根这个东西 你看里边 而且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 里边会特别的干 外面这些个你看着是乎乎 在这里面特别干 时间长了里面就会缺水 你浇水它根本就渗透不进去的 你别查那个了 我们晾了多少天了都 到现在还那个样 所以说没有办法 只能去洗根换土了 花友 修剪的时候咱们一个主要目的 就是给它减少这些叶片 减少这些负担 下面这个很弱的枝条 我直接选择不要 上面这种长的枝条 直接剪短 不行 你又剪剪叶子也行 这么多 对吧 可以剪 我看着挺平的 我就直接这样剪了 我这么做有我这么做的目的 你这么做你是为了什么 我是伤了根了 我减少上面叶片水分的挥发 所以说我是这么做了 你们不要动不动的就 那个叫邯郸学步 他看我洗根换土 他也洗根换土 他上面一点都不剪 结果时间长了以后 上面叶子全掉了 回来还问我咋回事 盆呢就不要找特别大的 这么操作的时候 你也要像我一样晾干一下 晾干之后根系会韧性好一点 你这么操作的时候不至于把根弄断 你看我那帮帮的摔这个根系 他都没有断 也没有怎么伤根 对吧 掉的都是一些老化的根 选盆不要太大 用土一定要松脏空气 我用到的是老化液的 中用配方土 种什么植物都可以 这个根系 你看里边 这个茶茶 很容易空根 你这样倒过来 给它把这个根系 敷满土 好多花手都是哎 里边都空了根了 种上了 人家干你也干 好多道理都给你讲 不给你说的戏 你就整不明白 你看是看不会的 没人给你讲 你光看人家弄 你也跟着弄 你用的土也不行 用的啥都不行 也不知道个一二三 你就光知道喝黑熊 最后出了问题了 你还来问我啊 咋回事 我哪知道你咋回事 接下来取水 往水里面加入一些个生意 因为没有怎么大范围的一个伤根 这个其他的肥料就先不用 先让它长出来 根再说 用到的是会玩的声音 养花又会玩 省心又省钱 再来往里面加水 浇水的时候有点耐心 一定要浇透 如果说大家遇到浇水的时候 不容易浇透的情况下呢 你可以像我一样给它泡起来 你看这样浇水是最利落的一个 等到不冒泡来不就浇 不就浇透了吗 好像人说老花一干透了 我浇不透怎么办 你进你进你进理由 好了 将来呢 是之后啊 我跟大家说一下 有的话问我 这个时期可不可以用肥 你可以你可以用一些个菌肥 但是你不要用一些素效肥 款式肥这些也可以先不用 好吧 你现在不用肥也行 也就那个意思 先不用 等它半把来个月长长根 是吧 等有根了 你再用肥怎么的了 可以说半个月 一个月的不用肥 光照可以晒吗 可以晒 不要强光暴晒 你像这种光照 我们现在这里面这种光照 是可以晒一晒 比如话说 我们没有棚 没有棚你自己搭一个 你看 你可以像这样 钉个这种木架起来 里边给它弄了塑料袋 把它放进去不也行吗 小的没有没 大的没有没小的吗 这样我们放到一个半硬的地方就行了 之后不干就不浇水 也暂时先不施肥 等到它缓硬缓硬 缓硬好了再说 做回顾回顾前面吧 我是了花一 眼花最在一 喜欢看什么视频 视频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